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韋婷 1月7號是東正教聖誕節 俄軍從莫斯科時間6號中午起落實總統普京的停火令 在烏克蘭全縣停火36小時 不過俄國防不止 烏方不顧俄軍停火 仍繼續炮擊俄方陣地和定居點 烏方則指反指俄軍打著停火的旗號 卻繼續轟炸烏方定居點 停火36小時 虛虛實實 各方到底有何考量 與此同時 美國6號宣布 迄今規模最大價值37.5億美元的 一攬子軍援計劃 德國也配合美國宣布將援助烏克蘭 40輛黃鼠狼裝甲戰車 這將是首次西方製裝甲車進入烏克蘭 對戰場攻防形勢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相關話題今天我們邀請到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 研究員張洪先生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在烏東前線 烏軍並未呼應俄方停火 而是繼續冒血作戰 俄羅斯國防部則指控機輔當局 不過俄方從6號中午12點起實施停火 繼續發動襲擊 布南在利曼方向對俄軍陣地發起四次炮擊 還多次炮擊而控對內斯克和扎波羅熱的定居點 迫使俄軍向對應的烏軍陣地作出還擊 進行火力精準壓制 前線未有停歇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也繼續以外交手段尋求支持 6號在首都基辅會見到訪的兩名美國參議員 討論前線軍事以及美國和其他盟友 繼續對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 烏軍總參謀部當天則表示 在過去一天 烏空軍對俄軍集中區進行15次打擊 其中在赫爾松南部一村莊襲擊俄軍駐紮點 導致把漁民俄兵受傷 張先生您好 1月6號 1月7號是東正教的聖誕節 普京下令在此期間 在烏克蘭整個街處線停火36小時 這是烏烏冲突以來俄方首次主動停火 因此備受各方的關注 您分析俄方停火背後有怎樣的考量呢 普京在俄立新年這期間 提出單方面的停火 實際上也有著外交和政治上的一些考量 應該看到烏烏冲突持續將近一年 烏烏雙方在和談問題上 始終處於一種僵持 或者說一種各說各話的這樣一種狀態 那麼如何得打破這種外交上的僵局 能夠促談 實際上也是很困難的 因此普京在新年期間 單方面的停火實際上就是要打破這種 外交上的這種僵局 試圖要通過主動的釋放善意 來試圖來試探西方與烏克蘭 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立場 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也有著政治上的考量 我們都知道俄立新年 對俄烏兩國社會來說都是一個重大的節日 在節日期間是所謂的單方面停火 至少能表現出俄羅斯在對實現烏克蘭和平 或者說實現停火方的一些善意 當然我們看到美國和烏克蘭方面的反應是負面的 他們不將這些所謂俄方的單方面停火 視為軍事上的偽裝 甚至是政治上的一些欺騙等等 這樣一些說法都顯示出 俄烏對於和談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安全和政治上的赤字 沒有這樣一種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 那麼俄烏就不可能重啟有意義的實質性的 這樣一種政治對話和和談 那麼普京的這樣一些舉策 雖然沒有得到烏克蘭和美國的這種積極回應 但是至少呢在一定程度上安撫了 這個俄羅斯社會的這種不安的這種情緒 特別是在俄立新年 如果能夠實現停火的話 對於軍人家庭 以及俄羅斯社會的這種安全上的焦慮 是有一定的那個安慰作用 但是我們也想到就是單方面停火 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爭取民心的這種支持 但是呢從實際的情況來看 俄烏雙方並沒有實現停火36小時 而是雙方互相指責 對方沒有停火而是繼續炮擊了 這樣的結果您怎麼來看 說明了什麼問題呢 首先看到就是單方面停火實際上效果並不好 因為烏克蘭並沒有積極回應 而且將那個俄軍的這個單方面停火 視為一種可能要調整軍事部署 甚至是要進行所謂的臨時補給的這樣一種需求 俄羅斯軍事上的某種欺騙性 理解為軍事上的一種欺騙性 當然從這個外交上的角度講 那麼烏方也將俄方一方面在轟炸 另一方面在提應停火建議 顯然雙方在對於停火對於和平的理解有著巨大的差異 那麼俄方想要的就是以現狀 就是實際控制線為基礎進行停火進行和談 那麼就是以維持現狀以現狀為基礎進行和談 那麼烏方想要的和平和和談實際上是要恢復原狀 所謂恢復1991年俄烏邊界的狀況 那麼顯然雙方對於烏東地區的主權和領土控制 以及克里米亞的地位的這種一系列的問題都沒有共識 因此我們看到俄方提出單方面停火之後 烏方繼續拋棄 這也引發了雙方繼續在軍事上的劍拔弩張 你來我往的這樣一種鬥爭 俄烏實行和平就說明了沒有政治互信 沒有安全互信 或者是沒有和談的基本共識 很難有意義上進行所謂的積極的 有效的政治對話和和談 俄方呼籲停火 但是烏克蘭和西方卻沒有買賬 認為俄停火36小時的動機不純 美國國防部官員有指出 普京並沒有放棄軍事行動目標 但當下俄軍武裝力量薄弱 因此所謂的停火 只是為了俄軍來爭取重整旗鼓的時間 對此您怎麼來看呢 俄羅斯呼籲停火 烏克蘭西方為什麼不買賬呢 首先應該看到這次俄烏停火的 這種臨時性 單方面性 它不涉及到一些談判的內容 同時現在俄與西方之間 俄與烏克蘭之間存在著 很大的安全上的這種不信任 所以俄羅斯任何的軍事動作 甚至提出單方面停火 都被西方在軍事上視為 是不是要做趁機 做一些軍事上部署 或者說防禦上的做一些調整 來補足在烏東戰場上 它所存在的一些安全漏洞 或者說一些設備 調整一些設備的裝置 那麼同時呢 我們也看到就是在政治領域 俄烏重突 在和談無果的情況下 進行單方面的這種停火 或者說新年停火 那麼也都可能被視為 是不是在做一些政治秀 或者說來改善其俄羅斯的形象的 這樣一種做法 俄烏在沒有實現所謂和談 甚至是呢 沒有對和談達到一定的政治共識的前例下 那麼俄羅斯任何的單方面動作 也被美國和烏克蘭視為一種所謂的假期行動 那麼當然了我們也看到俄烏和談 現在不僅僅是烏克蘭對俄羅斯存在著十分嚴重的不信任 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也是一定程度上干擾了俄烏和談 美國在不斷地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但是在勸和促談方面 美國的動作和力度恰恰又是不夠的 我們看到俄烏衝突持續十個多月 美國一直說要勸和勸和 但是實際上呢 對於烏克蘭政府 對於澤林斯基政府一直堅持的所謂鬥爭路線 實際上它呢沒有實行所謂的真正意義上的勸和 而且呢也沒有為俄烏之間的這種和談 進行積極有效的這種對話 因此呢我們看到實際上也顯示出 美國對俄羅斯在政治上安全上 外交上都處於一種各說各話 存在著嚴重的信任不足 因此美國的作用實際上是指地刀子不去勸和 才導致現在我們看到俄烏和談始終處於僵局這種狀態 此前呢澤林斯基有表示過說拒絕停火 重申只有俄軍從烏克蘭領土上撤出才能實現和平 澤林斯基的表態表達了怎樣的態度和立場呢 應該看到烏克蘭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 實際上一直堅持的這種強硬立場 要求俄烏之間的和平只有實現領土解放 領土對烏東地區的全面的恢復控制 才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談和平 這也為俄烏和談設置了一個很高的政治上的這樣一種門檻 那事實上我們也都知道俄烏對於如何實現和平 以及如何進行和談 實際上是有著不同的理解 俄羅斯是以所謂維持現狀 以俄烏實際控制現 也就是說俄羅斯控制著現在烏東的四周 以及克里米亞這樣一個領土控制 實際控制線為基礎進行和談 而烏克蘭要求的是恢復原狀 恢復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初 俄烏兩國的邊界的實際控制線 那麼這也就說明在領土問題上 雙方的差距是巨大的 甚至說沒有任何共識 如果沒有共識如何談 所以顯然雙方仍然處於一種 政治上相互攻擊 外交上基本上是屬於停擺 而軍事上相互相持 烏克蘭對於中國軍事手段 收復這個失地 還是信心滿滿 最近我們看到烏克蘭 這個國內的民調機構 顯示90%的烏克蘭人支持 德雷斯基政府 通過軍事手段 收復所有失地 而且他們對此充滿了信心 可以見得現在俄烏和談的政治氛圍 和外交環境都不成熟 而且軍事鬥爭 特別是在西方大量軍員 陸續到達的情況下 烏克蘭人民要與俄羅斯進行鬥爭的 這種意願要十分強烈 很顯然 和談不成熟 甚至和談的前景也較為渺茫 土耳西總統埃爾多安 在5號分別與普京還有澤連斯基通話 表示土方已經準備好了 就推動俄烏實踐長期停火來進行臥旋 從這次的停火失敗來看 您認為俄烏短期內是不是比較難以實現長期停火呢 首先在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 在談判桌上也更加困難 拿回可以說呢 乌方的這些領土訴求 以及俄方要實現停火 和以實際控制線 要控制乌東領土的 這樣一些訴求 實際上都很困難 那麼澤連斯基和普京之間 缺乏直接溝通渠道 也缺乏必要的政治互信 埃爾多安 也就是土耳其 在其中發揮了一個較為關鍵的作用 但是我們還是要說 土耳其在非核心問題上能夠發揮作用 真正決定俄烏和平的 這是實際上要需要 美國與莫斯科 與俄羅斯之間有共識 如果美俄對於烏克蘭的安全 外領土和平等都沒有共識的話 那埃爾多安在俄烏調停方面的 發揮的作用就是有限的 實際上呢 土耳其在戰俘問題上 在黑海糧食外運問題上 都有一些不錯的表現 但是呢 在核心的利益問題上 土耳其不能代替北約說話 只有北約的盟友 美國才能在與俄烏之間 或者是俄與北約之間的 這些關鍵安全問題上 做出決定性的立場和 這樣一種調整 很顯然俄羅斯所訴求的 不僅僅是烏克蘭東部的這些和平 還希望與北約之間實現 所謂的安全共識 安全上的共同安排 而不是相互不斷螺旋式的上升 俄與北約之間的這種矛盾 是俄烏衝突最為核心的問題 好的 感謝張先生精彩的解讀 下節新聞今日談繼續帶您關注 美國宣布迄今為止 規模最大的一攬子軍援烏克蘭計劃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今日談 歡迎回來 對於俄羅斯總統普京5日下達停火令 美國國防部對此深表質疑 認為普京並未放棄軍事行動目標 另外 美國6日宣布 迄今規模最大 價值37.5億美元的一攬子軍援計劃 國防部6日宣布了 迄今為止規模最大 價值37.5億美元的 一攬子軍援烏克蘭計劃 當中包括28.5億美元的軍備 2.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另有6.82億美元 用於激勵和填補歐洲盟國 對烏克蘭的軍援 庫勃補充指 廖將於本月底啟動訓練計劃 訓練約500名烏克蘭士兵 操作和維護美方承諾提供的 50輛布雷德利戰車等 而訓練完成預料虛實數月 另一方面 烏克蘭總統泽连斯基4號表示 当天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話 他感謝馬克龍承諾 向烏克蘭提供法制装甲車 及輕型輪式坦克 不過尚未公布具體交付數量及時間 泽连斯基強調 此舉也向西方國家發出明確信號 繼續增援重型武器 認為這對烏克蘭恢復安全 維護歐洲和平而言至關重要 扎先生您好 我們的話題繼續 這次美國對烏克蘭的軍援 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 軍援裝備包括了20種武器彈藥 包括了50輛布拉德利步兵戰車 以及配套的500枚陶式反坦克導彈 25萬發機關炮炮彈 100輛M113裝甲運輸車 以及138輛裝甲版的汗馬軍車 據您觀察 這次美國的軍援都有什麼樣的特點呢 首先應該看到 美國在援助烏克蘭的軍備上 質量和數量不斷升級 進入2023年 我們看到美軍又大手筆的 向烏克蘭提供重型的裝甲裝備 重型裝甲裝備 這意味著俄乌衝突 未來在地面戰爭 陣地戰上的這種爭奪會更加激烈 而且美國現在在不斷突破 援助的質量和門檻 不僅僅向烏克蘭提供愛國者 這種自衛防衛的這樣的防空導彈 而且還向烏克蘭提供進攻性的武器 這些裝備進入烏克蘭戰場 則意味著烏軍的戰鬥力 和在烏東戰場的這種反攻力度 可能會有所加強 這無疑預示著2023年的俄乌衝突 有可能升級 德國總理舒爾茨 在午日晚間也宣布了 德國政府計劃在3月底之前 向烏克蘭提供約40輛的 黃鼠狼裝甲戰車 配合美國的一攬子計劃 法國也將向烏提供裝甲車了 西方制裝甲車重型武器裝備入場 對於烏克蘭的軍隊戰力 會有多大的提升呢 我們都知道德法等歐洲大國 在援助烏克蘭問題上 一直較為謹慎 他們不願意向烏克蘭提供 所謂進攻性武器和擊中裝備 那很顯然呢 那在現在德法的立場 這種轉變則意味著 未來歐洲在援助烏克蘭問題上 也會在緊跟美國 不斷的上新台階 而我們看到了 不僅僅美國向烏克蘭提供裝甲步兵車 而且德法援助的這些裝甲車 也將大大提高烏克蘭的這種軍事實力 在歐洲和北約等一系列國家 提供這種大規模的軍事裝備 特別是進攻性的這種武器的話 將有可能大大提高烏克蘭軍隊的這種戰鬥力 還是要講到歐軍現在存在著極大短板 所謂防空能力較弱 制空拳較弱 還有就是裝甲車和運等等進攻武器較弱 過去北約提供的這些所謂防空武器 防坦克武器 它更多的是一種刺猬武器 它是阻擊戰 如果要是從進行陣地的爭奪的話 它必須要有裝甲車 否則靠單兵去衝擊這個堅固的 這個俄軍的這些堡壘的話 可能人員傷亡就是具有大 如果有裝甲車進行這種防衛的話 那肯定傷亡人數會下降 那麼很顯然 美國以為首的北約在援助烏克蘭問題上 更為積極 這將將促使俄烏和談更加渺茫 西方的支持對於烏克蘭來說 不僅僅是一種軍事上的 政治上的一種支持 更是使得俄與北約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 我們認為這些所謂的大規模的先進的裝備 陸續到位 將使得俄烏衝突 有可能進入所謂的烏克蘭人所說的大反攻 我們都知道烏克蘭一直在栓揚 說要進行春季反攻 拿什麼去反攻 難道是血肉之身去抵抗俄軍的這種炮火 或者俄軍的這些坦克嗎 很顯然 那麼西方正是要滿足澤林斯基政府 要繼續擴軍 繼續備戰 繼續與俄羅斯進行戰鬥的 這樣一些物質上的需求 當然能不能在軍事上完全的視線逆轉 還取決於戰場 取決於俄軍自身的這種反應能力 事實上俄烏雙方都在加強軍備 俄烏都在不斷地向烏克蘭戰場投入更多更大 數量更多更於先進的裝備 這也就意味著未來俄烏戰場將會更加激烈 雙方現在是有西方的裝甲車 還有重型武器已經入場了 會不會扭轉俄烏戰場的態勢呢 俄烏戰場現在處於一種僵持消耗 甚至是一種叫拉鋸戰 俄烏雙方在炮火上 在裝備上 在裝甲車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 應該看到俄羅斯的裝甲車 坦克要6倍到7倍於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如果是單純的去防衛的話 可能裝備上的這種差距還可以能夠克服彌補 但是如果烏方要進行反攻的話 那很顯然他就不能夠與俄軍施軍立敵 事實上他要想收復烏東地區 那就是存在著巨大的困難 這也看到了這個茲林斯基從2022年的年末開始 不斷地向西方爭取所謂的裝甲重裝備的這些設施支援 就是希望在2023年實現所謂的軍事上的反攻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就是歐洲的這種軍援 可能會不僅僅給大家帶來這個政治上的這種政權 更可能會帶來經濟上的不確定性以及安全環境的這種惡化 俄烏衛衝突的持續進行使得歐洲的經濟環境 歐洲面臨著能源壓力 面臨著通脹壓力 歐洲的安全環境也可能會因為俄烏戰事升級而進一步惡化 那麼歐洲的地緣安全環境的惡化 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的全球性的地區性的這樣一種衝擊 使得歐洲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也可能會使得歐洲成為俄與北約之間 有可能擦江走火的前沿陣地 這對歐洲來說並不是一個最優的選擇 那麼在您的分析 美國及其盟友為什麼會在進入2023年之後 又宣布如此大力度的一個軍援烏克蘭計劃呢 首先是俄烏戰場的需求 我們知道現在俄烏和談群在了很大的分歧 甚至是說沒有共識 沒有基本的共識 那麼和談基本上就沒有進行 那這種情況下 俄羅斯和烏克蘭所剩的選項只有戰鬥 那很顯然呢 烏克蘭現在面臨的這樣一種裝備不足 人員經驗不足 還有這個在技術上呢 也存在了一定的壓力 那北約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 首先是政治上的考量 就是政治正確 那麼歐洲所提出的這個 維護烏克蘭主權領土完成 在所有對西方國家和歐洲國家來說 或者說對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來說 維護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 是政治正確 那麼我們看到美國國會選舉以後 眾議院被共和黨所控制 但實際上共和黨在民主黨這個問題上 在援助烏克蘭問題上 基本上是有共識的 沒有發生變化 反而加強了力度 對歐洲國家來說 支持烏克蘭實際上呢 就是要維護其 歐洲的安全框架的這種體系 以及全球秩序的這種穩定 我們從全球外交的角度講 俄羅斯所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 實際上挑戰的是美國所主導的全球秩序 以及西方或者說北約在歐洲安全框架中的 這種主導權 那麼要為了維護歐洲安全秩序 維護西方所主導的全球秩序 那它就需要支持烏克蘭 那麼再有就是安全上的考量 我們知道俄烏冲突實際上是冷戰之後 北約不斷通過所造成的一個負面的效果 那麼現在為了維護北約在全球政治 以及北約在歐洲政治中 歐洲安全中的這種話語權 很顯然呢 為了維護自身安全 它就需要延展自身的安全空間 將烏克蘭視為其 與俄羅斯的這種緩衝空間 如果將烏克蘭牢牢牢的綁定在北約的這種戰車上 或者說使烏克蘭成為北約的這種堅定的盟友 無意會增強北約的安全環境 因此北約國家將烏克蘭提供這些軍事援助 就是要打造所謂的安全上的緩衝空間和安全氣囊的這樣一種作用 那麼西方援助烏克蘭就是希望在政治 經濟 安全等三個方面 既要包圍俄羅斯 遏制俄羅斯 然後為自身創造一個所謂的單邊的安全 俄羅斯駐柏林大使館表示 提供黃鼠狼裝甲戰車此類重型武器越過了道德底線 西方重型裝備入場會給俄方帶來怎樣的壓力呢 您分析俄方會如何來應對 裝甲戰車和裝甲運兵車步兵車 這等一系列這種重型裝備 雖然不如主戰坦克那麼凶狠 但是實際上它所自身的在戰場上這種活動性 它所給對方造成的這樣一種安全上的壓力確實是明顯的 我們知道俄軍的這個坦克就接近一萬多輛 裝甲步兵車也接近七把槍輛 這種數量上的絕地優勢使得烏軍在反攻上 或者是在人員傷亡上要明顯多於俄軍 當西方的這種裝備陸陸續續的援助給烏克蘭 必然會是給俄軍在戰場上面臨越來越大壓力 特別是我們看到北約提供的這種防空導彈 北約提供的這些反坦克導彈 已經給俄軍造成了很多麻煩 那再來這些裝甲車 這些一系列的這種重型裝備 將會給俄軍造成很大的困難 因此俄軍在這個西方援助問題上 實際上是一直持批評態度 他們希望是俄無和談 但是西方在這個問題上 恰恰不願意做過多的工作 烏克蘭方面最近表示說 正計劃今年春季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攻擊 最激烈的戰鬥將發生在3月份 無方提前預告大規模反攻計劃 是什麼樣的用意呢 我覺得現在事實上 俄烏兩國的軍事行動 都不可能按照菜單 或者是按照時間表去進行 但是為什麼還會宣傳 這樣一個所謂的春季攻勢呢 我覺得這原始是政治上的考量 俄烏冲突持續將近一年 對於烏克蘭社會來說 它再來不僅僅是經濟上財產的損失 而是人員傷亡 不僅僅是軍人的傷亡 還有平民老百姓的傷亡 據聯合國相關的組織的統計 烏克蘭的人員 老百姓的傷亡也超過了五六千人 這都說明了戰爭給烏克蘭 帶來巨大的這種壓力 那麼宣傳未來可能會進去春季攻勢 就是要給老百姓一信心 給老百姓一種和平實現戰爭 或者說戰勝俄羅斯這樣一種信心 這是政治上的考量 我們覺得烏軍不斷地宣傳自己在戰場上去得哪些勝利 他在自己的戰損等方面 實際上還是有所忌憚的 不願意公開實際上的損傷 或者是人員傷亡的數字 這都說明烏克蘭現在需要信心 戰場從哪裡打或者說會不會有這個所謂的春季攻勢 也取決於雙方的這種指揮和軍事上的全局的這種考量 但是只要宣傳了我覺得至少會給俄軍也造成一定的壓力 我們都知道俄軍也在這個頓巴斯是屬於這個 這個處於僵持拉鋸 那麼在南部的赫爾松 乍波羅斯 現在也面臨著一定的壓力 如果烏軍宣傳所謂的這個春季攻勢 就是要相應的對沖轉移對俄羅斯這些壓力 好的 今天感謝張先生精彩的解讀 同時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再會